臺中市一所大學的十八名 印尼籍的新生跟一名家長 在上週三的九月三十號的時候 入境臺灣 在臺中市一家防疫旅館 集中檢疫 但隔天呢 有人陸續出現了腹瀉發燒的症狀 十二人送醫 擔心會跟新冠病毒有關 他們全部採檢 但一採都是陰性 臺中這家防疫旅館五號晚間 突然人潮聚集 原來是有十二 名正在隔離的印尼籍檢疫境外生 從一號晚間就陸續出現 發燒 上吐 下泄等症狀 讓人十分憂心 還好台中市府出動緊急救護 專車接送 新冠病毒檢測 目前一採全部陰性 臺中市府初步判定是在使用了防疫旅館 提供了餐點之後 這些外籍生才陸續出現發燒腹痛 以及腹瀉等症狀 臺中市衛生署五號也到防疫旅館的廚房 進行全面消毒 責令業者限期改善 華視請問在汪秦煌靈品新台中報導